关于伊朗要报复以色列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说了好几天的时间了 毕竟从7月31号 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 在伊朗出了事之后 到今天已经是 如果按照中国的说法的话 就已经到头七了 所以在这七天的时间当中 我们听到了伊朗的各种 内部查内鬼的消息 以及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 多方以色列的 应该是说伊朗的这些支持者 或者说他们的代理人们 要决定共同对以色列进行攻击 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了 雷声大雨点小 会不会像4月份的那次呢 至少我们昨天就说了 要在24小时48小时 或者是72小时之内 来实施相关的这个报复的动作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到底准备到哪一步了 是的那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 卡纳尼在5号就表示 其实伊朗是不希望 升级地区的紧张局势的 然而这个以色列的这些行为呢 却必须的受到惩罚 所以这一次呢 以色列呢 也是同这个媒体啊 也称这个其实呢 现在大家的这个局势 都已经比较紧张了 特别呢 是对于部分的这个航空管制啊 已经到升级的这个地步 所以很多的航空的这个公司啊 已经发出了公告 就是在这一期 这个阶段的期间啊 现在呢 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 军事上的一些控制了 那这一次的情况呢 其实 内塔尼亚湖 其实最近应该是蛮头痛的 因为它涉及到了 多条线路的战争 是的 我们来说说啊 现在内塔尼亚湖的表态 就是伊朗虽然说要进攻 但是还没有动的时候 以色列方面已经开始 就未来可能产生的多线作战 而做了一些准备的工作 当然我们首先要看到的 就是无论是以色列 还是美国 以及这个G7的各方面呢 都已经是严阵以待的情况了 美国方面呢 他们认为伊朗和黎巴嫩的真主党 一定会对以色列展开报复的 虽然不知道报复的行动的 具体时间和方式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看到多家的新闻标题 都说的是24小时到48小时 最有可能的是在5号 那因为新西兰呢 是在这个时区最快最早的 今天我们已经到了6号的中午 目前看起来虽然有小规模的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 但是如果要说到伊朗方面的 大规模报复的行动的话 还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的 对因为之前我们都说 这个会不会有无人机啊 来进行这个炸弹的袭击等等 但是现在呢 我们现在看到是黎巴嫩的有动作 说当第一时间的8月5号 黎巴嫩珍珠党是宣布 当天凌晨呢是使用了多架的这种 无人机袭击了位于这个 哈耶纳萨哈尔的一个 以军的第91师的一个总部啊 但是这次袭击虽然说是 对暗杀行动的一个回应 但是现在并没有造成一个具体的 一个损失的一个报告 是这只是我们目前知道的 自杀是无人机的这个袭击 而和我们所预判到的这个 大面积的48小时内的这个进攻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有区别 对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除了这个第一个说法 是5号左右的48小时以内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时间点啊 还有消息人士认为呢 伊朗的计划不是最近 而是再要往后放 快要到周末的12号和13号 为什么呢 因为12号到13号这段时间呢 是以色列的一个圣殿被毁日 圣殿被毁日这一天呢 其实是耶路撒冷的 第一和第二圣殿被毁的这个日子 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 算得上是一个全国追悼和哀悼的 这样的一个日子 现在据说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伊朗是在12号到13号的这一天 圣殿被毁日 可能会和这个真主党 发起一个联合的进攻 意思是说在那个时间 犹太以色列的这个 全民哀悼日这一天呢 是不是就会放松了这个戒备 而且他们的安保部门 有可能是在忙于做一些宗教仪式 但是我的看法是说 你已经提前五六天的时间就公布到 我们这样的媒体 都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 那军方的这个准备 是不是应该早都已经做好了呢 对因为确实这个时间啊 这个战线拖的有点长 一开始是说在5号的24 或者48小时之内 现在呢又延长了大概五六天的时间 到12到13号 那其实这样的消息放出来 其实也让对方做好了准备 就我要打你了 你准备好 我要来了来了 很不合理啊 那我看到我朋友说啊 问题是伊朗怎么进攻啊 他说中间隔着两个国家 走路是走不过去的 那我们来看啊 伊朗的这个进攻呢 绝对不是自己一个国家做的 他们是有很多的这个代理人 或者说是这样的代理的政府和武装组织 一起来协同的 现在以色列方面说法呢 他们已经做好了多线作战的这个准备 我算了一下 基本上是有五条线 分别是哪五条线呢 一个呢就是黎巴嫩真主党 这个已经有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开始袭击了嘛 还有呢就是大家熟悉的 野门胡赛武装 说野门胡赛武装所准备好的那种 空中的飞弹已经有非常的多了啊 除此之外呢 还有伊朗支持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组织 你看这不就四个了 再加上伊朗是本身就是五个了 对虽然他们不可能直接去进攻以色列 中间还有约旦啊等等的国家 作为一个中间国 但不要忘了在四月份的时候 约旦虽然放出了自己的空中给美国 然后帮助他们来进行空中那些协访的工作 但是这一次因为以色列对于这几个 我们所说到的 无论是这个哈马斯的哈尼亚 还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官 舒库尔的这样的一些刺杀的行动 都已经整体上 我不能完全说是激怒了这个 这些巴勒斯 这些我们说的这个 所在的这个伊朗的这个组织这样的全部 但是应该说至少是在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些 阿拉伯的这个兄弟当中 应该是会已经引起了一定的不满 如果说约旦现在在做一些协访的工作的话 是不是太明显的战队站在美国这边了 对 但是确实美国的这个 布林肯已经是跟约旦方面也有联系 所以说从美国方面来讲 或者是从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 他自己表示说已经做好了多线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那以方的这个国防部长加拉特也说 他说他们在这个陆地以及空中防御方面 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随时准备来迎接突然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攻击 而且呢以媒体也表示说啊 这个以色列有可能还考虑是先发之人 就是我已经知道你的消息了 所以我会在你动之前 就以防御为出发点来进行进攻 当然这个动作能不能做 还是依赖于他们的这个消息的准确性 如果美国和以色列掌握了必要的情报 包括伊朗怎么样的攻击 计划是怎么做的话 那他们可能真的会做这件事情 但是还有最新的一个消息是说 现在以色列多地的这个全球定位的系统 GPS已经受到了这种干扰 那GPS除了可以向普通的用户提供 我们所说的一般到某个地方去进行导航之外呢 也会被无人机用来锁定目标 所以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当时伊朗空袭以色列好像就有这个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干扰GPS的动作 那现在听说也已经有相关的这个动作开始做了 所以说这可能也是一个预示啊 就是这个大战有可能会一触即发 当然双方面有正常的这个准备时间 应该也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是我们昨天说到了英国美国等等的国家 已经说到像以离之间 就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这个动作已经开始了 所以去提醒他们的国民 如果说要走的话 现在趁有这个商业的航班就赶紧的离开 那么到今天呢 我们看到更多的国家也发出了相关的一些提醒 比如说瑞典啊 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约旦等等的国家 都督促本国的国民要尽快离开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昨天稍早之前 中国方面驻黎巴嫩的大使馆也发出了相关的提醒文章 中国这个驻黎巴嫩的大使馆啊 其实呢也是发文啊 说近期中国公民呢应该谨慎的前往黎巴嫩 那当前的黎巴嫩安全局势呢 是非常严峻以及复杂的 外交部和中国驻黎巴嫩的大使馆呢 提醒中国公民要密切的关注当地的局势 近期谨慎的前往黎巴嫩 那提醒在黎的中国公民的机构呢 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同时呢要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的准备 如遇到紧急的情况 请及时的报警 并且与中国驻黎巴嫩的使馆呢 来取得联系协助 那鉴于当前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 如果中国公民在谨慎前往提醒发布之后 仍然要坚持前往的话 有可能会面临较高的安全风险 并且可能啊会影响其获得协助的时效 也就是说到时候可能你求助 也不是那么的好用了 对因为到时候在一片状况的情况下 我记得以前看过这个中国派的那种 在这样子的战争当中 如何要营救自己的那种 对对对的一些公民的时候 其实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相关的 我觉得无论是外交部门 还是国防部门 他们有了相关的这个消息 一定会有更多的这个提前的 这个预警的内容传出来的 所以希望还是 所有在当地的人们要注意啊 好讲完这个与此同时 那另外要说到一点呢 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安全会议的秘书长 我们以前说的俄罗斯的这个 也是军方的代表少一谷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 也公布了他即将抵达伊朗 进行访问的行程 对的 那这个邵伊古啊 是表示说呢 他将会和伊朗的最高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长呢 进行会面 而伊方也表示啊 这一次的访问呢 是主要加强双边的互动 并且就地区 以及国际安全问题进行磋商 是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到的就是中东 未来如果真的有一触即发的战争的话 现在各方面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啊 对了 对了